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世间人所谓的真理 这就是真理 个人 如果能够修善 既得 这一个人一定发福啊 福报自然会显起 如果一个人造作都是不善 纵然 他家庭有福报 祖宗父母有福报 身在富贵之家 必定也会有 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 这些四集 不但在古代历史当中 记载的很多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现前的社会 无论在中国 在外国 稍稍留意 你都能够 见到 证明古人所讲的 证明古人所讲的话 绝对是正确的 感应的道理 就是要我们 就是要我们 认识 因缘 果报 了解 因缘 果报 肯定 因缘 果报的 事 作为我们 这一身 做人的 准身 我们 我们 齐心 动念 言语 造责 自然 就能够 收敛 就能够 约缩 知道 去疾 必凶 知道 断卧 修善 这是 圣贤人的 教化了 这叫做 教育 那么 现在人 现代的社会 有没有教育 会说 没有了 那么 国家 办这么多学校 那究竟 是什么 我记得 我在 出出家的时候 在原山 林基寺 门口扫地 那个时候 那个门口 面子很大 数目很多 每天 要扫除路易 遇到几个学生 从那条路上 上原山去玩 他们的 举止行为 不像是个念书人 我看了之后 很感叹 说了一句话 可惜 可惜 这些人 没有受过教育 我是给一桶扫地的 我们几个四兄弟 说话 这个人听见 三个人 他们就回过头来 问我 他说 你说我们没受过教育 说是 没错 不像受过教育的样子 他说我们是台湾大学 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你怎么受我没受过教育 跟我理论 我说好 你说你受过教育 我问你 教怎么讲法 欲怎么讲法 教育怎么讲法 你讲给我听听 他讲不出来 于是他这个气焰就下降了 那个时候的学生 这总是四十年前了 跟现在不一样 他这个气焰就下来了 反过来问我 这向我请教 我就告诉他 教育 是教你做人的道理 因为没学过 真的没学过 中国古老的教育 从夏商周三代 一直到清朝末年 宗旨都没有改变 教育里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是教你 人与人的关系 孝顺父母 尊敬四场 友爱兄弟 和母朋友 教你这种学 第二个是教你 明了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第三层呢 是教你明了 人与天地 归于神的关系 你们修过 没有 没修过 落实到生活上 小学教育 教你撒撒应对 你又没修过 没修过 所以我看这个样子 就没修过 你们没有修过教育 所以他又反过来问我 说那我们现在 念的这个大学 算什么活呢 我说你问得很好 你们现在所学的 知识 传习俗 我说这个名称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那个大学的招牌 要取下来 高等知识传习俗 那就名副其实了 那不是教育吧 今天 普遍的大众 都已经把教育 舍弃掉了 忘掉了 还谈什么 所以这个社会 也动乱 人民生活疾苦 不是没有原因 社会上只知道 扩瘦技术的传授 把教育根本 舍掉了 佛家教育 青年大师 在这个 地藏菩萨 本愿经 冷贯里面 揭露出来 佛家教育 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 教人断卧修善 第二个 转迷成物 第三个 转返成神 我在讲经的时候 也提到过 教你转卧为善 就是帮助你 决定不躲三国道 你经事来生 依旧能够得到 人天福报 这叫教育 第二个 转迷成物 这是超越 六大轮回来 声闻 原觉 菩萨 佛 社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 转迷成物 把你的生活境界 不断向上提升 这是教育 最后的目标 转返成神 超越舍法界 宁信 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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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教育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看 现在社会上教的是什么 教你 科技 教你这些能力 然后你学会这些能力 早一 前几天 澳洲有个同学 来给我讲 社会的 精英分子 借出人才 他指的是什么 科学家 这些精英分子 借出人才 造原子弹 造核武器 聪明到绝顶 造出这个东西 将来杀人 一颗原子弹 杀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 借出人才 精英分子 没错 他是可以杀这么多人 造出来一定要杀人 古报在阿比地狱 借出人才将来到哪里去呢 到阿比地狱去 很快就去了 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育 佛家的教育 绝对不教人干这种事情 你看在佛经戒律里面 制造 杀害众生的 这些工具 都是杀生的重罪 从前造这个工具是什么 弓箭 造这个 罪过都击中了 杀一个畜生 佛经上讲得很好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远远相报 没完没了 你杀害一个 除生 业债都没完没了 你要杀害那么多人 怎么得了 堕落地狱 世间人常讲 永远不得翻身 这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说过很多次 还要说很多次 为什么呢 注意不住 体会不到这个意思 世界 原本就是多元 要想把它 变成一元 不可能 怎么知道不可能 我们这个身体 是小宇宙 外面环境 是大宇宙 大宇宙跟小宇宙 完全相同 大宇宙 大宇宙如何复杂 我们这个小宇宙 也如何复杂 佛家将 衣宝跟正宝 是相等的 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多元的 眼睛不是耳朵 耳朵不是鼻子 鼻子不是舌头 多元的 你怎么能统一呢 我这个身体 什么都不要了 只要眼睛 行不行呢 不行吧 所以你在想多元的 而且多元 你还觉得 个个第一 没有第二 眼见第一 耳听第一 鼻秀第一 统统是第一 没有第二 有第二就打架了 没有第二 你从这个地方 你就要体会到 整个宇宙 万事万法 各个都第一 没有第二 所以你看 我接触 其他的宗教 我跟这些宗教领袖 常常谈 第一 都第一 我佛教第一 你基督教也第一 回教也第一 大家就问题解决了 我们佛经第一 你圣经也第一 古兰经也第一 所有一些问题都化解了 就能够和睦相处啊 我是真的 你是假的 他怎么不打架呢 打得死去何来 造作集中的罪业 招来的时候 渊渊相报 所以佛说 迷雾 凡圣就在迷雾之间 一念觉悟呢 就是佛菩萨 就是圣人 悟什么呢 悟万法平等 各个第一 各位展开华严经 你看华严经 至时至终 有没有第二 找不到 各个第一 那迷雁经里面 你们也都过 二十五元通常 这二十五个菩萨 也是各个第一 没有说哪个第二 知道法法平等 各个第一 我们才能够互相尊重 对于尊重别人的心 敬爱别人的心 自然就生起来了 这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才真正能够带给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一切众生平等 都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 社会上各个阶层的领袖 把这些话都常常放在嘴里 可是所做所做所为的 确实 扰乱社会 破坏和平 所做所为 跟他所想 所说的 完全相违背 这个名音在哪里 说个老师一句话 没受过教育 在现代这个时代 问题已经发展到极严重的阶段 所以是世界毁灭了 基督教天主教讲的世界末日 末日在什么时候呢 1999年 就是今年 我们也算很幸运 遇到这个时候 这个大灾难 能不能化解呢 难 佛告诉我们 一报随着正报转 佛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 天灾人祸是一报 正报是人心 只要断我修善 破米开悟 这个灾难就化解了 我们讲经为谁讲的 为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而讲的 为诸佛菩萨而讲的 我们为什么念佛 绝不为求自己 为这个世界 一切众生 消灾免难 不是为自己 为自己功德很小 为一些众生 功德就大了 佛法里面讲 吉功雷德 不在思想上 在心上 你的信念大 什么叫信念大呢 念念为社会 念念为众生 这个信念就大 念念为自己 念念为我的家庭 为我的小团体 为我小道场 这功德就小 这个就是佛讲的 一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什么 正报是心的 一切万法了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所以心能转境界 心能转万法了 学佛从哪里学 就是学佛菩萨的存心 学佛菩萨的知见 学佛菩萨的行义 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心力 人家是存的什么心 发的什么韵 这是根本 根本正确了 没有一样不正 那么感应篇 这一篇文章 失从 慎险 历心发育 一直落实到生活 厨师待人教 古德 古德所说 它的功用 可以作为超凡入圣的阶梯 这一篇文章 转后为福的关键 在中国 过去 每一个朝代 依照这一篇 修学的人 很多 所感应的果报 非常殊胜 这个汇宾 里面所引用的这些公安音乐 我们现在讲的故事 奉行感应篇的一些故事 他们得的善报 造作卧业的人 所得的一些卧报 收集的 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 我们看到 而实际上 收集这些篇 这些公安音乐 依旧很有限 而感应的四季 不胜美举 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 都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之中 我们怎么能不相信 怎么能不依教奉行 应光大使 以这个作为 修学净土的基础 很有道理 一个人能真正奉行感应篇 念佛求神净土 决定有把我 如果你所作所为 与感应篇所讲的完全相反 念佛也不能往生 所以印足一神 尽力提倡 是他高度的智慧 是他的大慈大悲 我们应当要知道 应当要尊重 应当要感恩 应当要依教奉行 这才是报道 今天时间到了 我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